hum omi. 大家好 今年的紫荺杯斧舞蹈大賽2020 開始採用網上報名 既方便又快捷 等我們現在 Vàm 和大家講解一下 整份網上報名表所需要填寫的資料 大家可以在下方看到 建議大家可以預先準備好資料 才再开始填写我们的网上报名表 这样就可以方便快捷很多啦 你们可以在我们的Facebook、Instagram、网页 或者我们发放给你的电邮里面 找到这张网上报名表的网址 按进去就可以去到这个版面的啦 如果你未有Gmail的account 你可以即时注册一个 有的话可以按指示登入 你们就可以进去我们报名表的第一页的啦 而这一页是有关子英杯的章程 大家看完之后就可以按继续前往下一页 来到第二页 你需要选你报的舞蹈组别、舞蹈项目和舞蹈种类 之后可以按继续前往下一页 第三页你需要填写参赛团体 或者个人名义的中英文名称 负责人的中英文姓名 联络电话、Email和通讯地址 而这里填写的Email 可以是你平时用开的那个 不一定要是Gmail 因为我们之后所有有关子英杯的消息 都会经Email发放给你们 所以记得填写一个对的Email地址啦 来到第四页 是有关你参赛的舞蹈资料 包括舞蹈名称的中英文名 舞蹈长度、舞蹈员人数 编舞者的中英文名 身份证头四位数字和简介 还有舞蹈节目内容简介的中英文版 最后记得留意个字数限制呀 去到第五页 如果你是首次参加子英杯 就要将你的舞蹈作品片段 上传至任何的网上平台 例如YouTube或Google Drive等等 然后将连结复制到这里就可以了 假如你不是第一次参加 你可以直接skip它 按继续去下一页 去到第六页 是创作声明的部分 你需要同意这一条声明 和告诉我们 你的参赛作品的创作年份 如果舞蹈作品有参加过其他比赛 和获得任何奖项 都在这里填醒就可以了 去到第七页 是有关舞蹈员的资料 请你去我们的网页 或者Facebook下载 舞蹈员资料的Excel表格 填好之后 E-mail回给我们就可以了 而如果你是参加讀舞的项目 请你将读舞者的简历都告诉我们 去到第八页 请你上传报名费入数证明给我们 影相或PDF档都可以的 来到第九页 麻烦你提供退款时的支票抬头 因为任何不入选的舞蹈 或者我们的比赛取消 我们都会以支票的形式 来退回报名费给大家 来到第十页 请你细心阅读这两条声明 然后按同意 就可以按继续 来到最后一页 大家记得记得记得要按提交 最后见到这一页 就完成整个报名的程序 在这里提一提大家 如果大家在填表的时候 中途离开了 我们是不会收到你的报名的 所以最后一定要按提交 和见到这一页 才是整个报名过程完成 如果你在填写报名表的期间 有些资料是未有在手 你可以在改一栏填写后保 之后在5月31日或之前 E-mail回给我们就可以了 每一张表格只填写一只参赛舞蹈 如果学校或团体 一次过要报很多只舞蹈 可以再个别跟我们联络 我们会在6月12日或之前 以E-mail的形式通知大家 有没有被接纳参赛 如果大家在6月13日或之后 还未收到我们E-mail 记得打电话给我们查询一下 如果大家对报名还有其他问题想知道 可以E-mail或打电话给我们 最后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Follow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 留言我们的最新消息啦